大家关心到这一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世界杯的篮球比赛 相信球迷看到比分不敢说太意外 但是其实输的真的是蛮惨的 当然这一次出去的当然是没有完整的阵容 加上疫情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三场比赛 透过我们的图卡来分析 首先来看到其实这一场比赛上半场有让我们吓到 很多球迷说给90分 因为上半场真的只有落后个位数 但是下半场被人家射爆了 然后再对照日本同样可以看到又是40分的差距 然后会对到中国大陆又是这样大比分的输球 那我们请下来一个来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这次的中华小将们会如此如此的惨 我们从头讲这个世界杯 这世界杯是在明年2023年的8月份要来举行 这一次的主办国包括日本 菲律宾 印尼 当然日本跟菲律宾都已经先取得了一个 已经是进到汇内赛的一个资格 不过他们这次还是有打这样的一个资格赛 没错 我们知道资格在16队分为4组 那在第一个阶段呢 每组的前三名都可以晋级到下一个阶段 那这一次中华队在2月份冲绳 欧凯尼阿瓦打 还有这一次7月份去到澳洲墨尔本打 结果是6战全败 所以等于是在第一阶段遭到淘汰 就像小燕讲的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不会感到太意外 毕竟实力上是有段差距在 不过从过去 其实在20年前 我们整个中华队在整个亚洲甚至是可以 有时候跟日本来争第三名 跟南韩来争第三名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最近这几年虽然有西亚的一个强权兴起 加上澳洲的一个加进来 不过这六场比赛全输球 我之前看了一下 这六场比赛的总得分366分 那平均每一场比赛得分是61分 而总失分呢 来到了544分 那平均每一场比赛等于是要丢掉快90分 那这真的是展现了我们中华队 台湾篮球跟亚洲这边的一个水准差距吗 那我们现在在直栏这么蓬勃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代表队在国际赛这样的成绩 那我们的球迷是不是能够接受呢 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换血跟黄金时代 因为过去从以前早期龙哥那个时代 后来到了林志杰F4这个时代 到现阶段一直在接班 那可能说这一次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有提到就是说 当然啦疫情我们先找一些外在因素 疫情就是个原因嘛 为什么因为我们好不容易的规划 也像这样啊 Tino就确诊了 那当然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样还能看到蛮多人 都是在这出发之前 因为要居隔 所以没有办法打 那禁区 哇只剩孙思瑶 还有吴宜斌 他们对他们来讲 都是打职业可能才一到两年 那你要对上那种 可能国外比较老油条的球员来说 确诊的这个因素 好像真的是一个蛮不得已的关键 的确啦 确诊对这次中华队战力 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讲到有没有Arteno Arteno我们知道新规划 继戴维斯之后 新规划我们中华队的 不要忘记哦 在二月份我们在冲绳 打的那三场比赛 是有Arteno的 可是那三场比赛 我们还是照输啊 那当然在现在 整个国际赛的一个氛围啦 那这一次跟中华队分在同组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澳洲 包括了日本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中国队跟日本队的一个名单 其实日本队已经取得了 惠南塞的资格 他们派出来的也是二军 甚至是三军 那中国这边也是一样 那主要是以磨练年轻球员为主 那中华队这一次 在人员短缺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中华队阵容 我们撇掉了那个新冠肺炎疫情 确诊这个因素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 包括封线上 包括后卫上 可以讨论 是不是有更好的人选 可以来代表我们中华队来出征 没错 就是可以看到 其实呢 刚刚有说到就是 其实因为这一次很多 毕丽萌的球星是可能跟联赛的关系 或者是说跟疫情关系 可能没办法参加 加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其实有好多好多问题 当然跟个股的差距是越来越明显 亚利哥刚才有说 亚利哥刚才说 日本可能都是三军来打 因为很多球员都没有来 那中华队要怎么拉近 你看到这些比赛内容 哇 这边就写到了 其实很多球员 我们光看就好了 拿到球 就是不敢攻 不断地传就发生失误 然后就不断地折返跑 这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华队的年轻球员 信心跟技术上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其实这两年看台湾的整个篮球 不管是SBA也好 新的职业篮球联盟也好 洋将来到台湾来打篮球 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你们的比赛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而且喜欢投三分 可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篮球风格 拿到国际上 却没有办法成为 克敌制胜的一个武器 就像小兰讲的 在这两年 其实看到我们的职业篮球联盟成立之后 其实主宰比赛胜负的 还是在各队的一个洋将 反而让本土球员 其实有限缩了 他们在场上发挥的一个空间 那就像这一次的世界杯的 这样亚洲区的资格赛 也只有林秉胜 感觉好像比较敢攻击篮筐 还有从美国回来的 被征召的唐威杰 那唐威杰已经去美国三年了 当然我们知道 在经过美国的一个洗礼之后 他在这一次的世界杯资格赛 打得也算不错了 那不过 未来我觉得在国内 有直篮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何派出最强的中华队 如何让我们本土球员 真正的除了规划权之外 能够在场上 国际赛有所发挥 才能够带给我们 台湾的篮球迷信心 没错 亚洲区讲到重点 重点是我们这么多 现在已经有一些直篮联盟 要怎么去统整 你光是在征召 可能我们从棒球这个角度 看到篮球的地方 你要怎么去征召这些球员为国效率 当然为国效率 乡民都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你又没有给我钱 又没有给我什么什么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未来我们这么多的联赛球员 我们要去磨合 因为其实我也看到一个球迷讲到 就是说台湾我们的洋将 像星巴在台湾 因为台湾的球员 三分一的命中率真的是低的可怕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数据 就看到都在三层徘徊 放一只星巴在里面 基本上外线就没有用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 中华就要提升的一个技巧 对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 刚才像小兰讲 像这种 你其实看日本 看中国在对 我们中华队这几场比赛 赢的分数都很多 对不对 可是他们很少都是 他们很少是在打篮下 或者低位单打 第一场比赛 我们对中国打得很好 上半场只输四分 可是第二场比赛 第一节就被他们的整个常人 外线三分球射爆 单节被他们三分球九头七中 第一节就输了二十分 我觉得就是像 这个有讲的 就是现在在国际的一个赛事方面 其实各国的国家队 有做勤搜 有在试图跟上国际的一个潮流 也有在面对不同的敌人时候 做各种不同针对性的 这样的一个打法 没错 那当然还是期望 中华小将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比赛 要继续来比赛开打 今天就在转到 温布顿网球比赛这边 来关心到这一座的赛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哇我们看到 Rafael拿到 这表现相当的神勇 为什么说神勇呢 因为带伤上阵 不过很可惜啊 是已经确定是要阴伤退赛 他本来很有可能啊 在挑战这个同一年 四大满贯赛都夺这个 拿下最高荣耀的这个球员 上次有这样的记录 已经1969年 不过很可惜 最后是阴伤退赛 我觉得今天 温布顿最大的这个新闻了 36岁的Rafael拿到 毕竟我觉得还是 在伤痛面前 是最后倒了下来 那当然在前两天的那场 八强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大家也在过程当中看到 拿到在受伤的情况之下 可能他只剩下了五成功力 但是在四大赛 尤其像温布顿这样 这么有传统的比赛 经验值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35岁的Jokovic 可以打五盘大战获胜 为什么36岁的 拿到打五盘大战 可以获胜 那这场比赛 他又打败了 小他12岁的 这位今年曾经打败过 他的美国的年轻决手 Taylor Freese 要知道拿到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也曾经 拉出过一波20连胜了 包括澳洲网球公开赛 但是就是在美国的 这个1000分等级的 这个比赛 印第安全 他输给了Taylor Freese 终止了20连胜 那这一次在温布顿 而且是甜蜜复仇成功 非常不容易的是 其实有看比赛 转播就知道 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 应该就可以发现 哪到是有受伤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后来脱衣服的时候 其实画面上 大家也看见清楚 腹部上有贴这样的胶带 一个叉叉胶带 肌肉腹部撕裂伤 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 对球人来说 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伤势 是因为他变成说 他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 网球那个发球 你必须是整个身体的一个 延展的力量 这样的一个发球 所以在赛后的一个检查 发现哪到的一个腹肌 有0.7公分的撕裂伤的时候 其实哪到那个时候 还没有把话说死 他是在今天录影的前一天 他又去练习球场上 练了45分钟的球之后 才确认他要退出比赛 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 以最好的状态来打温木顿 因为接下来 如果要一路打到冠军战的话 他没有把握 能够连续两场比赛都获胜 如果没有办法获胜的话 那他打温木顿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真的蛮可惜的 本来有机会可以挑战 一次拿一年的四大奖 去年乔帅差一点点 今年的Rafio拿到又差一点点 真的蛮可惜的 全满贯实在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在1969年 网球进入到公开化年代之后 只有澳洲的名将Rod Lever 曾经达到过这样的一个成就 尤其是五月份的法王 宏都场地 六月份的温木顿 这种截然不同性质的一个场地 过去也只有Bjongborg 瑞典球王伯格 曾经是连续三年 是先拿法王 再拿温木顿 可是 这么难度的比赛 要把它拿下来 然后再达成年度四大满贯赛的话 去年的Jokovic差一点点 今年难道很可惜 因为受伤 所以现在只能够 我们以乐观的想法 希望难道可以回到 八九月份的美网 还有九月底的拉卧杯 没错 还是希望球员受伤能够好好调养 然后能够继续比赛的人 能够打出精彩的表现 看到乔帅这次比赛 哇 戏剧化又是一个让二追三 聚女单之后又一个让二追三 打了三个小时后35分 哎呀先输两盘 大家看好紧张 我就说要输了 其实我们乔帅蛮生气的 后面6比3 6比2 6比2 把对方打了下来 这次他生涯第七度 是在落后两盘之下 再去取胜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去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 他已经两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情况 去年的法网先是在16强 面对意大利的Mussetti 先输两盘之后 打到第四盘 打到对手整个信心崩溃 崩溃 说是退赛了 然后在决赛面对 也是世界前五名的 这个Stampton Sisypas 希腊这名名将 去年的法网决赛 也是眼看着 一开始联赛两盘 大家都觉得 哇 Jokovic要输了 结果硬是倒赶三盘 今年的温布顿 也是一样 面对Yanin Sinner 这一位20岁的 意大利的小将 两个人年龄差距多少 两个人年龄差距 来到了14岁 在Sandy 连拿两盘的情况之下 在第二盘打完 Jokovic要求了一个 洗手间暂停 那很多人就是 因为他过去都有过 有过这样的一个记录 就是去过洗手间之后 回来之后脱胎换骨 判若两人 拐气拐气 对 很多人都在怀疑说 Jokovic到底做了什么事 结果人家赛户记者会问他 他说 很简单 我只是到了洗手间 看着镜子 告诉自己 说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扭转 场上的情势 这等于有一种 自我催眠的那种感觉 结果果然 去了一趟洗手间 回来之后 果然就是脱胎换骨 然后整个逆转的比赛 乔赛真的很厉害 像我们在镜子前面说 我要变有钱都变不起来 小帅就直接 我这样讲一讲就可以了 而且可以看到 其实他接下来要对上 也是英国心心希望 就是他这一次 看到我们Rolio 这次闯进到了这个比赛 而且他也是记忆2016年 那个Annemarie 再次闯到 温网四强的球员 那大家也说 他是一个非常有期望 可以打出很精彩比赛的选手 讲到了Kameron Noria 其实他是新的英国一哥 那上一次在温目顿 有英国球员打进四强 就是2016年的Andy Murray 那其实讲到Kameron Noria 他的背景是蛮复杂 他出生在南非 那他生涯的青少年时期 他是纽西兰人 他是到了青少年的后期 才转籍英国的 那这几年其实也打出不错的成绩 去年2021年 他在印第安全的这项赛事当中 拿下了冠军 也拿下了这个生涯第一可ATP 1000分积分等级的一个冠军 让他的整个世界排名大幅前进 所以我们说 他现在是英国排名最高的选手 那个英国一哥 但是他生涯唯一一次 跟Jokovic的交手 是在去年的年中赛 在印第的一个场地上 那场比赛被Jokovic打得很惨 6比2 6比1 那所以大家就在想 就是在草地上 到底有 能不能有人 在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能够给Jokovic 这个英国一哥 能不能给他这样的一个威胁 说明一位在上演像 这个八强战这样的戏码 让大家吓一跳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有图卡有提到 这一位坏小子 原本要跟Rafael Nardau来对决 但现在直接进阶了 不过哇洋洋傻傻列出来 哇这个红单不少 你看一下 哇两张红单 对宽众吐口水 哇真的太恶心 疫情急剑还这样做 而且32强辱骂主审 虽然说这种都对他们全来讲 应该都是胎头 不过这种行为我觉得整个形象的损伤 应该是更为严重的 27岁的Nick Kirill 其实他成名相当早 他在2014年的温布顿 那个时候在16强打败了 Rafael Nardau一战成名 而且那年他闯进到了温网八强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他是未来可能 Big 3的一个接班人 结果他特立独行 就是不管场上的球技也好 或者场外的言语动作 其实他是蛮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 那今年的温布顿也看到了 他在第一场比赛 就朝旁边的观众去吐口水 他的理由是什么 说因为有人对他喝倒彩 有人跟他讲垃圾话 那他对他吐口水 也不是真的吐他身上 他就是吐在地上 可是这样子 对于讲求传统 讲求礼仪的 温布顿当局来说 当然是要罚他一万美金 那那场比赛32强 就是对Sissipas的那场比赛 也是因为Sissipas有把一个球 因为很生气打出到场外 他跟这个主审要求说 他这样的行为也是不礼貌啊 他应该不是被disqualify 被取消比赛资格 或者是被警告吗 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喜欢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碎碎念 就是他的实力 其实他过去在球场上 不仅打败过Nadol 也在其他的球场比赛当中 也打败过Djokovic 那他是有这个实力的人 但是他始终 这89年的职业生涯 他始终没有把 让他的世界排名 进到前十名 因为他场上的外务太多 如果大家有看过 他场上比赛就知道 他其实两个手刺满刺青 我不说刺青不好 因为他很爱篮球 他在整个右手上面 刺了Kobe Bryant 跟LeBron James 一排的球员 然后今年除了 他在温布顿被罚钱之外 他连进场穿的球鞋 都是Air Jordan 温布顿不是要求要穿全白吗 Air Jordan是红白 他说我没有穿Air Jordan比赛 我就穿走进球场 我再换上全白的球鞋 然后他就故意跟主办单位搞怪 因为比赛结束之后 一定会有获胜球员的访问 他特别在获胜以后的赛后访问 拿出一个红帽子戴在头上 他就是要挑战温布顿这样穿的 其实就是种种刻意 就是比较叛逆 你可以说一个人 十七八岁的时候叛逆是正常 可是像他这样到了二十六七岁 还这么叛逆 还这么特立独行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另类的这种 行销自己的手法 没错 就是走一个坏小孩的路线 那当然这是场上有很多花絮 有些人是叛逆是在球迷这一块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彭帅事件 之前就讨论过 被消失这件事情引发话题 所以看到很多球迷呢 我也不讲话了 我就直接给你 我不用纹身 我就穿在衣服上面 这一件很简单夜市两三百块的白T恤给你印上去 彭帅在哪里 哇也成了产外的一个焦点 彭帅当然我们知道 2013年他跟谢淑威拿下了温布顿双打的冠军了 那去年因为爆发了这样的疑似遭到这种 隐藏 对就是碰到中共的这种高阶的这样的官员 对他的一些人生的侵害 然后他在微博上要指控 可是后来又撤文 那后来就消失在整个球场上 那当然我觉得以温布顿的一个立场 保全后来对这三位球迷 其实也没有说禁止他们进场 他说你可以来看球 可是希望你们不要跟别人就是讨论 身上就说你知不知道彭帅在哪里 因为你穿这个衣服 一定是有他你自己的诉求 那会不会刻意就是说 我遇到小兰 我就说你看到我衣服吗 你知不知道彭帅在哪里 这个就因为穿这个衣服 一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诉求在里面 可是我觉得以温布顿的主办当局来说 他其实还是老牌民主国家 我觉得对这东西 还是抱持着容忍开放的一个态度 毕竟在今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其实温布顿的主办当局 他们自己也禁止了 那个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选手 那有人就开玩笑 那我是不是要穿一个T恤 这个Daniel Mavitiv在哪里 或者Azarenka在哪里 Savarenka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在多元的民主社会 其实大家可以容忍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多元价值 对啊 这也算是一种民主的一种表现 那花絮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